十九年来 十九年来 他没有一天 不想念自己失散的儿子 没有一天不想找到他 这十九年来 他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从来没有真正的开心过 可是夫人 我对你这个心病却是爱慕能助啊 我认为这个镇子上 能治我心病的只有官大夫您了 夫人 您这是心病 心病只有心药能治 我认为我的心药就在官大夫手里 那官大夫 您是否就是那个 在山上捡到孩子的大夫 夫人 当年上山采药的大夫 可并非我一个呀 您能记清楚 他长什么模样吗 续续续续续续络 夫人留步 夫人 其实 夫人 娘 这位夫人 你不妨再去打听打听 当年去山上采药的大夫 有的是外村的 还有外省的 也许你找的人 根本就不在本地 谢谢娘 关大夫也谢谢您 不客气 打扰了 夫人走好 娘 你刚才 你给我记住了 不许跟别人提后婆的身世 你给我记住了 可是娘 如果这位夫人 她真是后婆的金娘 那 那咱们不是活活地拆散人家母子吗 还有娘 这位夫人她已经失去丈夫了 再把她自己唯一的儿子也是 那我呢 我们呢 你要把后婆还给她 那不等于拆散了我们的家 拆散了我们家的父子情祖孙情吗 娘 好了好了 不要再说了 好好好 娘 你喜怒啊 你喜怒 来 十九年了 我们一把食一把尿地把它带大 我们看着她哭 看着她笑 你能说她不是我们的孩子吗 你能说她不是我们官家的人吗 对 从今以后 不许你提起后婆的身世 不管对谁 我要是没有了后婆 我就不想活了 你看着办吧 娘 你 你慢点啊 你才能呼哈 你不许你 就说过大人 是什么 也不许你 她不许你 她不许你 停车 来 给你钱 谢谢啊 普尔姑娘 万夫人 您来了 你这新店开张 我还从来没有来过呢 今天路过 进来坐坐 不打扰你吧 你要这么说 可就见外了 他就是后普 关大夫的儿子 对 后普现在帮我打理回春堂 原本我是想合并关家医馆 把他们父子俩一起请来 不过关大夫好像不太愿意 毕竟关家医馆 也是祖上传下来的家业 你这新店开张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说 谢谢万夫人 要说开店麻烦还真挺多的 万事开头难忙 不过索性 我和后普想了很多办法弥补 加上他又肯干 大家也都认可他的医术 现在店里有了不少起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第一眼见到你 就觉得和你特别有缘 大心底里喜欢你这个姑娘 后普 后普 这就是新开的裁缝店的老板 夫人 您好 做大夫很辛苦吧 辛苦是有价值的 我官家祖辈都是情医的 我天生住地也是干这行 别的也不会干 我刚刚从你家医馆出来 是夫人哪里不舒服吗 我爹看完以后怎么说 你爹说 你爹正忙着呢 我就没有打扰 你有时间吗 可不可以帮我看看 如果夫人信得过我 我当然愿意效劳 那有劳了 请 请 你ап sus 我 可不可以帮我 不可以帮我 你急尽 没有 家 Abstract 罗主 可不可以帮我 上 Step 罗主 不可以帮我 我改天再来打扰 对不住 对不住啊 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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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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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叔 有没有连生的消息 没有 那么久了 派了那么多人去找 还是没有消息 连生这个女儿啊 这也不能全怪武圣啊 他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心眼的孩子 迟一倩找一支吧 你呀总是帮他说话 我是看你心情不好心里着急 我心情能好得了吗 你呀总是帮他说话 哎 连生不见了 家里的当铺药铺又亏了那么多钱 我还能高兴得起来吗 是啊 吴生这孩子是心地善良 可是就是缺心眼 做生意哪能这样啊 我把他派到当铺去 主要是因为当铺啊 每天进出的东西多 进出的金钱流量也大 需要脑力和眼力 稍微一不谨慎就会亏本的 吴生上那儿你能放心 我怎么能放心呢 可是不让他赔点钱 又怎么能学得会呢 沈子 阿叔 店铺的事我都安排好了 所有被虫子咬的药材都找出来了 清洗完之后 晒完之后再卖 店铺没有多大的损失 沈子 二叔 我还有个想法想跟你们商量上 你说 我觉得兽巢或者被虫子咬的药材 可以制成药酒或者制成药丸 这样分门别类的 买的人就更多了 这还真是个好点子啊 俊杰啊 你念这几年书没法念呢 谢谢沈子夸奖 是你们培养我 我才有今天 以后家里有什么事 我一定尽心尽力 好好好 大嫂 武生去了当铺 我看不如将药铺暂时交给俊杰来管理 是武生让你这么说的 哪里 武生去了当铺 我看不如将药铺暂时交给俊杰来管理 一个店他都忙不过来 叫他灌两个店 实在是强人所难啊 这么一来 武生可是放大价了 好吧 俊杰啊 以后姬善堂就交给你管了 谢谢沈子和二叔的厚爱 不过还请沈子和二叔再考虑考虑 这儿年纪轻 见识少 还是希望留在二叔和沈子身边 多学习学习 起来起来 你沈子都说了 先让你试试 你还有什么肯顾虑的 二叔都说了 就听他的吧 有什么不会的 还可以过来问我们吧 起来吧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皇府一定尽心尽力 没事了 去忙去吧 那我走了沈子 二叔 你先走了 这儿是不不便的 干什么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我死定了 看笑话 我知道每个人都在看我笑话 在这个家里 我就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 什么都得听话 一个徒有虚名的富家少爷 谁说的 我说的 我自己信了清楚 是我没有 我连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都没胆量去争取 做什么事情 都要听别人安排 大少爷 龙大少爷 多么响当当的一个名字 有什么用呢 我知道你讨厌这里 我知道你在这里过得不开心 其实我也你呀 从我懂事开始 就没有什么事情让我开心过 只有学习医术 才能让我忘了一切 你的烦恼 不是因为不能学义 是因为你找不到你自己 与其痛苦下去 还不如和痛苦为伴 也许在痛苦中 找到生活的希望 那才是真正摆脱痛苦 难道我这一辈子 就要这样过了吗 人人都有烦恼 作为龙家大少爷 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起码在这个家里 你是唯一一个让我真心感激 真心惦记的人 我的意思是说 知道了 你去忙你的吧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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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刚做的饺子快来吃吧 你不用特别照顾我的 我在店里什么都有 挺好的 我是在照顾你吗 我分明是在收买你 你看不出来啊 可是 虽然我是这个店的老板 但是你是这个店的主心股呀 大家来看病都是冲着你 所以啊 我好好地靠你赚钱 还不好好地收买你呀 但是我只会给你带来麻烦 后婆 世上有很多事情都是不公平的 但不会一直不公平 这次的哑巴亏就算我们咽下了 但你记住 这个亏一定不会白吃 我刚刚想到几个 可以振兴回春堂的方法 我说给你听啊 等你讲完啊 饺子都凉了 好 我和的馅儿好吃吗 好吃 没想到你还会做菜 我可不认识 我可不是给谁都做的 除了我爹 你是第一个尝到我手艺的男人 我知道 你一门心思都放在了回春堂上 我也相信你能救他 不过我要提醒你 小心一个人 小心谁啊 皇父俊杰 我比较了解他 他小的时候在龙家长大 三番五次追连生 但连生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如果他知道你和连生的事 肯定会心生记恨 后婆 我们要防小人 也得防伪君子 皇甫少爷 为了咱俩的荣荣华富贵 来干一个 来 小枫啊 这件事不能高兴得太早了 要是一步走错了 他就满盘结束 你就放心吧 你交代我的那件事情 我都办好了 保证让龙五生那个傻蛋 吃不了都兜着走 来 来 您慢走 您慢走 怪不得 我们 α 是 无论 走 但我们就受伴了 这么好的东西 我不愁没地儿收 我是看得起你们龙家 识货才过来的 想不到你们龙家 连这么好的东西都不会看 这要是传出去 岂不是让人笑叼大牙呀 还开什么当铺啊 等等 这是我们当家的龙少爷 这位先生 你有什么好东西 也让我们开开眼界吧 就怕你们不识货 里面请 你们什么好东西 我留下了 你再跟这一块儿 我先回来 来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哪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殿家也是拾货之人 我也就当赔本 找了一个放心的人家 七百三十块 不再还价了 好 成交 拿钱 拿钱 少爷 怎么了 我做不了主吗 少爷 去隔壁 先进两把块钱 我一会儿就过去协调 去吧 好 麻烦殿家这几日好生托管 过几日等我有了钱 我再把它给赎回来 这你可以放心 我们一定会的 对了 请问客官的母亲 患的是什么病啊 我们龙家也有医管 可以帮你娘诊治一下 母亲 母亲只是风寒 风寒 对对 风寒用得了多少钱啊 不 他是一种怪病 从小就得上了 什么症状 我也六等医术 说来听听 这个 他四肢无力 每天只吃鹿绒 实在是花销太大了 老人家每天吃鹿绒 这可不得了 哪位大夫开的方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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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七百三十块 票已经开好了 你数一数 好 这就不用了 家里还有急事 就不耽搁了 再会 好 再会 慢走 少爷 您看这幅画 它能值七百块吗 这是迷有人的真迹 是绝世珍宝 别说七百了 一千五都不值呢 老大 事成了 一点破绽都没漏 想不到 那龙大少爷 竟然这么容易地收下了 这件东西 这个傻的 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收下 这件东西的 你知道吗 他就是为了在他娘面前 争回点面子 对啊 对啊 拿着 谢谢老大 哈哈哈 事成之后 哥们儿 定有重县 接下来的事儿 安排得怎么样了 放心吧老大 一点问题都没有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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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来 挖款 怎么会是挖款呢 还有没有啊 排好队排好队 好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 皇府少爷 卖出去多少了 卖出去一多半了 来 往里边放点酒 别添太多水露馅了 排好队 知道了 好 下一个啊 快点快点 龙少爷 好 好 好 谢谢啊 武生 霍儿 有事吗 我 我有件急事想请教你 这里说话不方便 好 那里面请办 好 浮儿 你给你爹学过话 你帮我看看 这是不是真的 好 好 是真的吗 别急 用笔有点生硬 这山也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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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的 有点兵 是 你所以说 随便自己壳死了 有点兵 我便说 我便宜了 你得来 你便宜了 我便宜了 以前也有其他的当铺中了这个圈套 如果对方使诈 那么他熟当的时候一定会说是伪计 说是当铺掉了包 那当铺可就 我最怕的也是这个 万一那个人来熟当的时候说东西不对 那我上哪儿去给他找一副真迹啊 你也别太着急 说不定他真的等钱用也有可能啊 之前你见过这个人吗 没有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 我问他的时候 他说他娘生病了 说每天吃鹿蓉 我当时就应该察觉到 万一那个人来熟当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农武生今天去了回春堂 农普尔那丫头 听说会看话 那又怎么样 反正这话他已经收下了 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次他是赔定了 过两天我就找人去去书画 他要是不赔出两千块 我跟他没完 是假的 他把他拦住 咱们去书画 农武生 所以这赔人 王爷 許 你 谢谢 王爷 一周 好 办法不是没有 但是相当地冒险 说 要想挽回当铺的名声 只有一个办法 苦肉计 我们施一把火 把布置前的当品都烧掉 按照当铺的规矩 施了火 只要按照原价赔偿就可以了 如果对方来闹事 我们也可以堵住他的嘴 当然 这幅画就在其中 是 大奶奶 二爷 真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呀 你也听说了 你也听说了 这下那些当户大概马上 马上就到了 有热闹可看喽 二叔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这局面怎么解决 二叔 沈子 这个是禁咬单 还有账本 有空你去看看 现在乱糟糟的 谁有心情看这些 大奶奶 二爷 我倒有个好主意 如果要扭转这个局面 就要先发指人 大叔 怎么了 大叔 怎么了 大叔 失火了 龙家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对 给我们一个说法 对啊 给他说法 对啊 你怎么办啊 没事 我出去看一看 给我们个说法 对 给我们个说法 对 给我们个说法 东西不见了 各位请安静 各位各位 大铺走水 天灾人祸 你们荡东西之前 我们签的协议 显得很清楚 如果说天灾人祸 荡品遭到损坏的话 我们会酌情追加利润 荡品就归荡铺所有了 这位先生 你来得正好 我给你看看 各位看看吧 这是弥有人的话 绝世真迹 我给ポケ主 你乖的 你来到一个文件 这十字 我给你忍住我 还有一些 我是行党 你还有一些 那是你好 我叫你 我我问你 你我叫你 你快来 你快来 各位已经看到了 如果要赎回荡品 那么只有这个 要不就按照规矩 我给各位追加两分的力 你们看哪 两分的力啊 没别的办法啊 也许是这样 好 我同意 我也同意 我们同意了 就是啊 这没办法啊 对啊 同意同意 现在柔祸就走了啊 不得搔了也只能如此了 你说 是不是 那怎么办啊 谁也不想这样啊 这回亏得老天爷帮忙 咱们当铺没出什么大事 吴升啊 你看看是不是到静修寺 去上个香啊 去静修寺 多带点香油钱 供个长明灯 不单是为了生意 也为了你二叔的身体平安 咱们家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这是应该的 可是静修寺这么远 这一来一回 可能很晚才回来 那有什么关系呢 你今儿去住一晚上 明天再回来 多带两个人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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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